大家好,今天来介绍一个小工具 这个小工具的名字就叫无声剪切 它的功能就是把你一段视频当中 你想要的一个片段或者是多个片段 进行一个提取 或者是把你不想要的内容进行一个去除 它的功能比较单一 只能干这个事 但是同样也意味着 它的这个提取功能是非常的强大的 也是非常方便的 然后我们来看看这个工具具体的使用方法 它这边下载的话是特别简单 那边下面有很多链接 所有的操作平台应该是都有 所以我们直接下载就可以 这边我下载好了 就是这么一个内容 然后这边有个启动程序 双击来启动 如果大家打开这里的时候 如果说这边你的界面的语言不是中文 大家可以点这个齿轮 里面有个选择语言的地方 可以去改一下就可以了 好,我们回到这个内容 把它双击放大 然后来找一段视频做个演示 大家看这段视频 这是一个全球总约赛的一个比赛录像 然后我们就拿这段视频来给大家做个演示 假如我们现在有一个需求 我们需要把这段比赛当中的一些精彩的时刻 把它截取下来 然后做成一个合集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需要在这段视频当中去找 它的这个比较精彩的地方 然后去把它截取下来 假如说这就是我们需要的精彩时刻 我们需要在这个地方做个标记 把它作为这个片段的一个开始 它的截取方式也很简单 它这个下面有两个快捷键 我们来点一下 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就把这个地方标记为一个起点 然后我们拖一下 假如说这儿是一个终点 再点一下这个按钮 这样的话我们就截取到了一个片段 然后同样的我们可以继续来拖动 这个地方很精彩 我们再加一个片段 然后我们继续拖 到这里结束 然后我们可以点一下这个键 这是我们截取的第二个片段 我们继续拖 这里比较精彩 我们可以继续截取 然后再拖动 这样的话我们又截取了一个段 然后我们用同样的方法 把其他的需要的片段全部标注出来 我们就截六段吧 假如说这六段呢 就是我们需要所有 逸赛的精彩时刻 这样的话我们就截取好了 大家需要注意的是 这边有个小图标 然后我们点一下这个图标 大家看它可以做了一个反转 它就相应的把你选中的需要提取的 然后变成了需要去除的 就是这个键的一个作用 大家看现在又变回来了 然后其他这些按键呢 都比较简单 然后也不需要我们去做一些调整 假如说大家真的想看这个内容的话 我们会鼠标放上去 然后它会有一个说明 还是比较简洁的 也比较方便 这边的话有一个摄像机的图标 大家点一下 点一下的话就可以一个截图 然后它这边有个键 可以点 就是你接下来这个图片的一个格式 然后呢我们导出的话比较简单 就是这边一个导出按钮 点一下就可以了 这边点那个导出键 然后这边的话也不需要去修改 这边我们就选这个单独的文件就可以了 其他这些的话一般它用不到的 然后这边有个声音 如果大家导出不想要这个声音 点一下把这个声音去除掉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 继续进行个导出 这些都不需要改 然后你这边选一个保存路径就可以了 我们还是放到这个B这个文件夹 然后这边点导出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它就给我们 全部导出完毕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刚才我们选了六段内容 然后就全部导出来了 这样它这个导出过程还是非常方便的 这个软件嘛 反正它的功能比较单一 但是这个提取功能确实还是非常快捷 这边的话也没有什么太复杂的功能 这边大家可以自己也看一下 好今天呢就介绍到这儿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使用一下这个工具 还是很方便的 大家拜拜